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有毒的一氧化碳温度极高 传统开采方式不能继续 如果矿井废弃后不能开采的地下煤持续自然 不仅是对资源的浪费 同时还会危及到周边居民生活 所以神话宁煤集团决定采用爆破工程改变传统开采方式 该用露天开采方式进行副采 因地形复杂 自然条件限制 对爆破条件要求很高 总装药量5500吨 也是世界近年来最大的一次爆破工程 但在广东宏大公司提出现场调制动感炸药 又铺设近10公里山路 保证人设备和炸药安全送到洞口 同时为保证安全 采用分层爆破分批点燃 减少碎石回溅等精妙设计方案 同时由中国知名爆破专家做安全评估 以及上百名公安民警和交警的保驾护航 使得爆破顺利进行 这次爆炸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四分之一 能量释放相当于一次五级地震的爆破工作 因技术完善 山体像削面一样被层层烧掉 600多万立方米的山头 在0.6秒的时间里就全部消失 高度也下降了40米 让一座本退出历史舞台的矿景重见天日 还带来高达20亿的经济效应 再次创造世界奇迹 我要为我们腾飞的祖国点赞 小伙伴你说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